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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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戴千万劫难遭玉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诸七百二十八页 七百二十八页 请看第八页 当之静宗称为异行道者 我们先看了这 这句话也是为我们给净土法门做的一个定义 怎么说呢 静宗古大德称他为异行道 就修行的难度来说 他没有像其他八万四千法门那么高 那么多 那么样的繁琐 我们想要念佛真正了脱生死 您只要做到四个字就可以了 这个当然是按照欧益大师的说法 他老人家怎么教我们呢 信 愿 持明 而我们看这一品 三倍往生 上倍 中倍 下倍 佛教我们的纲领 宗旨 两句话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其实 欧益大师所说的那四个字 信愿持明 跟佛所讲的那两句话 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佛讲的比较详细 欧益大师呢 讲的比较简略 下面进一步讲 施语于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法门相较而言也 为什么说禁宗是异形道呢 这是跟呢 其他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个法门相比较之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们再说的稍微广一点 其他法门呢 一定要断烦恼断习期 才算是有所成就 最低吧 您至少要出六道啊 降到 极低的 那低都不能够再低了 您至少要这一生呢 证得小乘出国 或者是大乘出心位 才算是 学佛 刚刚入门 而净土法门呢 您只要念到心清净 就可以往生 一到的那边呢 各个都是圆教八地菩萨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 净土法门比他容易很多 同时呢 所得到利益远远超过他们 下面呢 再进一步的解释 是 为此独一 故称一行 若论其时 如本品所明 则知往生 亦非亦失 这个提醒呢 蛮重要的 有人呢 他就怎么样呢 听说这个念佛法门呢 是一行道 所以他就没有太注重了念佛 他花的时间很少 他放下的功夫呢 不符合经上的标准 他认为这个是一行道吗 我死之前我再念就好了 我现在不着急 您仔细观察一下 许多往生的人 我们就说现代好了 您所看的那些走的人 几个人在走之前 跟您说 他见阿弥陀佛呢 几个人跟您说 他遇之时至呢 好像还没有听过 还没见过 很多人走的时候好不好啊 生病 甚至于这个 头脑糊涂 还有地藏经上所讲的 他见到冤亲在处 来索命 讨债呀 这个都证明他 练佛的功夫不扎实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这个一行道是真的 很容易修 其实他怎么样呢 还是有一定的标准 标准是什么 就是要练到心清净 心平等 我们常常反省一下自己啊 我今天心清不清净 我今天心平不平等 其实这两桩事情呢 您只要做到其中一桩 另外一桩就得到了 您能够做到清净 平等呢 也得到了 您能够做到平等 清净肯定得到 再说得多一点 您能够做到清净 不但平等得到 绝也得到了 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那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出来呢 心还不够清净 心还不够平等 心还是迷惑颠倒 所以啊 对佛所说的意思呢 不得其门而入 这是我们的麻烦 下面呢 在苦口薄心的提醒我们 倘不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身信愿一向专念 而欲往生 无有事出 这就好像是什么呢 一盆凉水 从头淋下来 让我们呢 稍微清醒一点 告诉我们 这一生啊 什么是人生大事呢 实际讲这么清楚 真为生死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个真相 人竟然能够投胎来到这个时间 他出生 那出生的同时 他又往哪里在走啊 毫不怀疑 毫不动摇 所谓坚定不移地朝一个方向 一直在迈进 哪呢 坟场 是不是 旧往以后那个骨灰河 往那里面去 所以啊 这个了生死 真的是我们这一辈子 最重要 最重要的大事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底下所讲的 刚刚也提到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看到 古来这些大德 真的是事先 给我们看的 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们知道这个 彻悟禅师 当然他还是念佛的 彻悟大师呢 他老人家 会见了客人的时候 进到房间里面 客人来了 大师呢 先在这个香炉上面 点一只香 一只细香 点一只香 点了之后就请客人坐下 然后就跟客人呢 提醒他一下 我们谈话的时间 只限于这一只香 这个做法好不好呢 那换句话说 香烧完了 您就该走了 古人呢 非常含蓄 我们听说 古时候官场 那个官员呢 如果他有客人来拜访他 这个官员呢 就接受他的拜见嘛 然后呢两个人就在聊咯 聊着聊着 这个官员觉得聊完了 但是他又不能个名说 你该走了 这官员怎么做呢 因为古时候有这样个规矩嘛 客人来了要上茶是不是 我们一定要总懂得一个规矩 这当然是古时候了 现在人都不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了 主人叫佣人上茶 那个茶您可不能够 拿起来就喝 不可以的 那是什么 那是表法的 表什么意思啊 这个主人呢他希望您离开了 他就把茶杯拿起来 把这个杯盖划两下 然后跟你说请喝茶 请喝茶是什么意思啊 你该走了 那个不懂规矩人 哎呀大人 喝茶 他把杯盖拿起来 然后他也咕噜咕噜喝几下 还不走 那这就太失礼了 所以古里啊真的是 很有讲究的 可惜现在都没有这样的规矩了 只能够随缘咯 所以这个测无禅师呢 他跟同修啊 见面的时间都不长 就是希望大家啊 少打妄想 多念佛 他是这样一个用意 下面讲 就是说 没有做到前面标准的人 他决定不可能 到达极乐世界 下面呢这个话讲的非常的 很大的 又是一个爱心的表现 尽其当世行人 你看 真的是慈悲到极出啊 这包括我们在内 这个行人 这个行人就是说 念佛的人 神 慎莫出文 静忠一行 便生 情慢 信心虚伏 说实在话 要犯这个毛病的人 还不少呢 这自古以来 真的 他就把这个念佛法门 就看清了 这个算什么 所以早年 师父上人 1983年 刚刚到美国 弘法的时候 弘法的时候 跟大家讲这个 净土法门吗 介绍弥陀经吗 大家一听了 讲弥陀经 这什么好讲的 因为这个经本 大家常常念 这些童话小说一样的 没什么 没想到师父上人呢 在上台之前 先叫人家 把他刚刚讲的那个弥陀经 书抄录音带 以前是录音带嘛 那个卡带 一个卡带 九十分钟 把它叠在那个桌上 先摆好 大概有三百多个 叠起来 台下听众一看 就好奇嘛 这摆什么 然后那些同学 就告诉他们 这个是老法师讲的 弥陀经书抄 书抄 讲弥陀经呢 对呀 讲弥陀经要讲这么多次 是的 把这个录音带一摆上去 那台下听众就不敢讲话了 所以有很多人呢 描示净土法门 他不知道净土法门 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怎么样 反而越是简单的东西 越加的深邃 就讲那个礼 而修起来呢 又极其简单 古人说的好吗 大道至简 那个简就是简单 修很容易 但是那个把礼啊 介绍清楚 一定要有真实的功夫 才能够把它说清楚 到明白 因为这个人呢 他信心虚浮 他肯定就会 致怨持缓 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也就是说 他这个求愿往生的心呢 不肯切 他不着急啊 甚至我们还听说一些 都快一百岁的老人家 他还在工作 一百 都九十多岁了 再过几年就一百岁了 还要上班 他说呢 我虽然现在记忆力稍微差一点 还能够吃 还能够喝 还能够开车 还能够思考 还能够处理事情 不着急 没错 他是身体不错了 哎呀可惜这样的长者 是没有学佛 不了解到 来生后是怎么办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 以后 要着想 底下呢 也是他的毛病 口谈敬业 心念成缘 如是求生 当代 驴年 这个话 这个话 这个话我们讲了好几次了 您说 十二生肖里面有没有驴 没有吗 这不就是说 你没有指望咯 你这样子 不是用真心来念佛的 古大德 古大德已经很肯定的 告诉我们 没指望 那就再轮转咯 关于这个驴脸呢 在佛学大词典里面 还解释了一下 为其无其也 为其无其也 就是说他没有期限 没有处理的期限 十二之中 无驴明之年 故遂辟 辟就是辟余 故遂辟 无会其也 云门路曰 驴年会摸 中文常说嘛 这是 这个老法师常常考他的徒弟嘛 你会摸 那加个驴年 就是说 你到驴年都不会呀 那就是说 没希望了 在这个传登录 第九卷 古龄章里面讲 钻他骨子 驴年得粗啊 驴年粗的 这个钻就是钻进去 骨子是指的佛经 因为佛经已经流传三千多年嘛 假如我们学习经典呢 没有用正确的方法 那绝对不能够大开圆解的 所以才说呢 驴年粗的 怎么样学习佛法 能够快速的 帮助我们 明清见性呢 佛菩萨教我们 祖师大德也提醒我们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读书千遍 其之间 就能够做到 下面科著啊 进一步讲 有本经三倍 与观经九品 是否相配 古说不一 这个问题呢 黄年老特别把它 捏出来 也是蛮好的 因为古大德啊 他们对于这点 是有不同的看法 无量寿经讲三倍 观经讲九品 那他们两者之间 有没有什么 互动的一个关系呢 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好 下面呢 先说那个相同看法的 论为同者 有痰卵诸师 这是以痰卵大师 为这个代表 他老人家在略论里面说 生安乐徒哲 就是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中 唯有三倍 上 中 下 无量寿观经中 一品分为 上 中 下 三三而九 何为九品 有静影书约 这个是隋朝 慧远老法师的注解 他说 十方世界 诸天人名 怨生彼国 凡有三倍 总以标局 如观经中 初分为三 细分为九 这是我们中国 两位大德呢 认为 这个 三倍 跟九品呢 是指的一桩事情 家强老法师 在观经书里面讲 无量寿经 但明三倍 此中开三倍为九倍 括弧里面说 这个词是指观经 三倍者为上 中下也 九倍者 与上倍有三 中下一三 亦成九倍也 下面是韩国 景心老法师 所说的 荆棘何比九品 这个荆呢 就是无量寿荆 荆呢 就是观无量寿佛荆 本经里面是三倍 观经是讲九品 为此本经三倍 故其亦无异 他们的看法呢 都是认为 相同 接着是连公 连池大师所说的 三倍九品 正相配合 又何以焉 所以连池大师就说 我们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呢 争执 因为他讲的就是一种事情 接着呢 智者大师 也有一个说法 他的注解呢 是观经书 此经九品 为令十位高下 即大本三倍也 所以天台智者大师呢 也是相同的观点 当然呢 也有不同看法的 我们看了 这个下面的说法 这是日本高僧 至于主张两经相逸者 则灵之孤三等诸诗 灵之诗为三倍 只对观经之上品 不设于六品 那他这个范围就说的蛮窄的了 他是讲呢 这个无量寿经的上 上面所讲的一个三倍啊 只是针对于观经里面的 上上品 上中品 上下品 那换句话说 下面中品跟下倍怎么办呢 没份呢 好 还有 因观经之中品 与下品 皆未发菩提心也 这是说观经里面的中品跟下品呢 没有提到发菩提心 而本经呢 无量寿经 上中下三倍 都有讲到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后面 孤三 稍广 就他的意思稍微广泛一点 为此之三倍 只设彼之上品 与中品 不设下三品 因本经中三倍往生者 皆是善人 而彼 而彼观经中之下三品 皆是恶人 灵中忏悔 念佛得生也 是故诸师结尾两经 不能相配也 那么 孤三老法师 他的看法也是有根据 他确实是从经上看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 这里面就是说发菩提心 那么这个 还有的人呢 他没有发菩提心 都有这个来历 那 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我们该怎么去取舍啊 好 我们再来看 莲池大师 他这么一个 表示 莲池大师于苏朝中 会通上之 一说 这个会通也称为和会 就是和会 可以疏通彼此相为的意见 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 联工就讲了 草安辅证解约 这是引用 是 宋朝时候的 道音老法师 这个 道音老法师呢 他自草安 那么他有一本著作叫做 《辅政节》 他讲 天台以九品同三倍者 这是前面的我们刚刚看到 智者大师 他认为这个三倍就是九品 乃曰 为此相同 不曰 不曰行音而言 则孤山凌之 皆不为天台 所以然者 以天台但曰为此 则品贝 则贝品正同 而是为曰行音 则指其终生 你看 这是个人 他看的角度不一样 那他是讲的往生的品位 凌智老法师跟孤山老法师呢 他是从这个行音 来说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三倍跟九品呢 不一样 从行音上讲不一样 从果位上来说呢 相同 因此 他们是各有所居 取义不同 故不为也 各自呢 这个解释啊 都是以经典 作为这个根据的 但是呢 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上 来观察 实际上呢 他们这个说法呢 没有什么相违背的 客实而论 这是从 诸法实相上来说 这 烦恼 不义 菩提 这个话一半人听不懂 我们就在他的字面来说 什么意思呢 烦恼跟菩提 是一体的 那再说的白一点 烦恼就是菩提 菩提就是烦恼 请问 一般凡夫认不认同呢 他绝对不认同 对不对 烦得不得了 你说哪里有觉悟啊 这个烦恼的对面就是快乐嘛 一个苦闷的人 他哪里乐呢 他绝对无法能够接受的 而我们实际上要知道 所谓的烦恼跟觉悟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个是迷了 就成为烦恼 一个是呢 悟了 就成为菩提 当那个迷的人 他到后来悟了 请问 那他是不是个觉悟的人呢 是的 我们现在是什么人呢 我们现在是正在觉悟的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智者大师所讲的嘛 我们是属于呢 观行位 正在修 但是呢 一定要向上 不断地提升 以前呢 是明智位 在往上 不断地提高 所以后面就说 使恶何妨终善 这一点也是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世间再恶的人 他迟早有一天呢 也能够回头的 一旦他回头 那他不就是善人呢 所以他是一个后来才觉悟的善人 那他跟那个已经觉悟的善人 到最后 你看怎么样 没什么不同 恶人既已成善 其不贤圣同科 既然大家都成为善人呢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个同科啊 古时候不是科举嘛 考试嘛 那我们如果说 考试及格了 过关了 那大家得到的这个地位 都相同 所以佛法教学呢 我们一定要明白 他是做的三方面的事情 转恶为善 转迷为悟 转凡 成生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啊 三倍九品 正相配合 又何一焉 这次李延迟大师呢 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 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呢 有那么多的疑问 下面呢 是列导所说的 上之会通 肾气法药 联工的这个会通 非常契合佛法的经药 改天台等主张两经相配折 乃着眼于往生后之结位 所以这次大师呢 他着重点是在哪里呢 是这个人 他往生到基督世界之后的结位 三倍九品 而未论其因地之行持 那么他没有提到说 这个因地上的行持 就像这个学校里面的 学生嘛 你看大学 有那么多的科系 不同的科目 如果大家都认真的学习 这个人在这个科系拿到了博士 那个人在那个科系拿到了博士 虽然大家学的不一样 以后找的工作也不同 但是一问了 请问你是什么学历啊 这个人说博士 那个人说我也是呢 但是我是医学博士 你是搞IT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就不需要分别他们 因为大家都是同等的这个学历 而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现在虽然是人道往生 但是只要生在那边 您是什么地位呢 阿比越智菩萨 所以从地球上的人 去往生 跟他方世界的天 天人往生在那边 我们的地位都一致 底下 灵之诸师 只为一则 乃专就因地行持 乃就成否早发菩提心 于平日之善恶而言 这是这些大德 他们看法呢 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主要是就这个因地行持上 来说的 同时呢 也要看这个人呢 他是不是有发这个菩提心 以及呢 他平常造的是善业多呢 还是恶业多呢 大家如果看了四十八院第六品 你就知道了 就是那个人他造作极重的罪业 所以 倘若能够在临终之前可以忏悔 能够念佛求愿往生极乐世界 那这个人阿弥陀佛会不会接纳他呢 也会 大家想一想 连那个 造作极重罪人 阿弥陀佛都不舍弃他 更无况是我们大家 其实说到这儿 大家去极乐世界有没有信心呢 应该有了吧 其实我们学习刻住目的何在 不就是要建议大家信心吗 鼓励大家 实心塌地 一心念佛 好 下面再讲 则观今之下三平 不能其余本今之下背夷 这个是灵芝老法师 孤山老法师的看法 那么廉池大师啊 末后就说了 使恶不防忠善 生气圣心 他这个讲法呢 真的跟佛的那个大愿呢 完全相契合 所以为什么悟生呢 常常建议大家要看 净土圣贤路 还有近代往生路 有一个 有一个版本的是叫 近代往生随文路 大家看过吗 可以看一下 他里面有收入夏林宫呢 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 自古以来 这么多的出家在家大的 大家仔细看 圣贤路里面 往生传里面 多数人往生是哪一类人呢 是在家居士 而且在家居士里面是履众居士 排名第一 我们大家认同不认同 假如现在有男众在场 悟生还是敢讲这句话 为什么 你看现在讲台里面几个男众 一个都没有 不知道跑哪去了 那在图文巴 有没有华人男众居士 他现在不用上班呢 有 体力也不错 时间很多 没那么多的时间 他就是不肯来 他就是不肯来听经 不肯读经 也不愿意拜佛念佛 他怎么说呢 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 我得做个好人就好了 但是光是做个好人够不够 好人能够得到什么果报呢 说得好一点吧 您来生能够再来当澳洲的总理 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现在的澳洲总理 他那个头发怎么样 他没当之前头发还乌黑乌黑的 不是乌黑的 他是那个颜色 你看现在他是竞选的相片 看到没有 变了 他几年的时间是不是 操心呢 所以要我们当总理 我们不做这个事情 所以师父上人当年跟这个 前总理陆克文先生呢 在坎培拉会面的时候 师父就说嘛 这个事实上 工作难度压力最大的就是你 在这个世界上 做事情 每天快乐无比的 就是干我这行呢 师父一般不喝咖啡嘛 那陆先生呢 他每天喝多少杯咖啡 他不是杯啊 大家知道 像个碗一样的 小碗一样的 无杯咖啡 累啊 操心啊 所以我们自己这一生呢 真的一定要把这个念佛 当作是最重要的大事 那当然这些男众 现在不可能来听经 也不可能来念佛 不代表他以后不念呢 说不定过上几年了 遇到有什么缘分 他就来了 这就看机缘 佛菩萨是很有耐心的 可以等 等多久呢 可以等上无量节 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有没有被阿弥陀佛等无量节啊 有 大家还想不想再被佛等下去呢 不要 您怎么考虑呢 这一生就是我们在六道里面最后一次啊 是不是 再来六道里面就不是人了 有说错吗 没有吧 再来就是谁呢 您就是人上人 您就是圣人 就是呢 菩萨在来的 我们是来普度众生的 现在来是不得已非来不可 要受报 所以当年佛家讲一句话嘛 这是蛮感慨的 他说人生的真相是什么 两个字就讲尽了 仇业啊 仇就是仇偿 该还债的就还债 该欠命的就还命 所以啊有一些家庭祖父同修啊 他在家里面呢 心不甘情不愿 不愿不愿意的照顾家人 我们就跟他说 你不要把这个家务事啊 当做累赘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你要把家里的老老少少 当做是谁呢 阿弥陀佛 所以您照顾的是佛 要想一下您太幸运了 家里有这么多佛 一天到晚跟你在一起 只不过他现在是什么佛呢 他是还没有回头 没有觉悟的佛 您是正在走菩提道的这个佛 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些说法 看法做法呢 不要放在心上 要知道 他就好像是一个喝醉酒的人 当下是在迷惑的 我们是一个清醒人 一个清醒的人 哪里会去责怪一个 喝得醉心心的人呢 不会的 过不了一会儿呢 他就会醒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用供养大众的心 来看待家人这个好 再把这个心量扩大 要爱护一切众生 下面是灵芝老法师 孤山老法师的看法 这观金之下三品 不能其于本金之下背 而连慈大师说呢 使恶不防中善 这个讲法跟释迦牟尼佛 跟阿弥陀佛的怨心呢 完全相应 恶人临终 如能忏悔发心 至心念佛 则恶人已成善人 一般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确实他也是蒙佛设寿 谁愿往生 所以在这个世间呢 有许许多多人 从事这个杀戮的行业 这个业造得蛮重的 所以我们建议作为同学 这个像厨房里面的那个厨师啊 假如这个餐馆 它不是素食餐馆 它是这一个海鲜餐馆 那个杀意就很重 关于这点呢 我们多少都有点体会 如果您走进一个荤食餐馆呢 那个氛围就比较差 走进一个素食餐馆呢 感觉就比较清净 每当我们呢 做这个伤害众生的事情呢 那个被伤害的众生 它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它会怎么样呢 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 追随在我们旁边 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福报 越来越小了 那它靠近我们那个距离呢 就越来越近 等到最后福报完全没有了 它就被这些众生了 附体 附身 甚至还进了它的身体里面 拼命地折磨它 对于这些事情呢 佛早就在三千年前 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们在现前呢 要尽量的 不跟一切众生 再结任何的冤仇 要尽量把自己的功德 恭恭敬敬地回向给大家 下面再说 故年齐大十曰 岂不贤盛同科 同等极乐也 由上可见 此今三倍 必经九平 时相配合 不容获疑也 我们看了 我们看了这么多中外的大德著书 一定要仔细观察 他们所依据的经论是什么 一定要把它搞透彻 这样自己才不会混合 不会呢 产生这个疑惑 后面再举报恩论里面的说法 此今上辈 当出家 这个当啊 就是配合的意思 中下二辈 当在家 乃从其多数 出取大凡 故云凡有三辈 观今 就此大凡 略开为久 而又极其幽将 以阔无量行音之不齐 此论极好 这个讲法呢 就说得蛮好的 所以三倍九平呢 说句老实话 都是什么呢 都是略数而已 而实际上 极乐世界的菩萨品位 哪里只有九品呢 前面我们看到了吗 九九怎么样呢 还可以再细分为八十一品 观今中 上上品往生者 谈指往生 见佛闻法 及物无声法人 维提西夫人呢 维提西夫人呢 你看 他 所视线的 就正的 这样一个果位 而且跟他在一起五百个公侣 也同时啊 得到了殊胜的果报 他们这五百多个人 各个都往生极乐世界 物神就蛮感慨的 怎么只有公侣呢 那没有其他男子在里面呢 可能因为是 王后嘛 所以没有男子 在那边照顾 这个 王后 这证明呢 还是女众福报大 从这里能够看得出来 维提西夫人呢 可以讲是因祸 得福 所以他那个宝贝儿子 是他的力争上缘 假如没有他这样子造反 搞政变 他也不可能这一生呢 往生极乐世界 成就啊 无声法人的大菩萨 这个虚语是说时间呢 很短暂 只要正得这个七地以上的菩萨 那就是无声法人的菩萨嘛 他就可以分身呢 到十方诸佛煞土 上公诸佛下化众生 大家可要知道 当您见到佛的时候 佛不但给您讲开示啊 他也给您怎么呢 也给您磨顶授机 那个磨顶就是加持的意思嘛 而这个分身出去的 无量无边 那他本身在哪呢 本身在极乐世界 还至本国 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 这次讲到呢 念佛人当中 果位最殊胜的上上品 他是啊 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 是乃三倍中 及优者也 所以我们修行呢 可以说 要知道啊 这个往生的品位 高地不同 取决于什么呢 一个是发大心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的心呢 到底有多情景 所以我们这辈子 那个发大心 绝对不能够跟世界人 发那个心一样 世界人发什么大心呢 追民逐利 这是他最大的愿望 所以你看到 同样一桩事情 不同的人 他观点就不一样 像那些政治家 现在要 要竞选 什么这个官员嘛 他投票 这个时候他特别紧张 而我们学佛人 我们对这个投票 在不在乎呢 不在乎 而且我们现在 对那个投票 还蛮小心谨慎的 为什么 投下那个票 你如果投错了 那个人 请问那个投票人 要不要被英国啊 那我们要遵守 澳洲的规定嘛 澳洲说了吗 如果不去投票 又被罚款 50块钱是不是 还不止啊 可能更高 总之会被罚款嘛 那我 既投票也不被英国 我怎么投票呢 很简单 他不是要你填号码吗 你全部填一样的号码 不就好咯 他不是说1234567891012个吗 你全部都填1 他就无可奈何了 他不会找我们麻烦咯 变成一张废票 这就不会有事了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谁将来主政啊 不会做错事情 万一选错人 他上台了 以后让您也生气 您要知道 那是我们自己也被英国了 是您把他给选上去的 所以做事情要特别谨慎 要小心 下面 下下贫乃无逆时恶 地狱向陷 临终忏悔 实念往生者 乃下背中 最下折也 关于这点呢 大家看 《净土圣仙录》 里面就记载 唐朝时候的 张上和 他的例子 大家都蛮清楚的 我们就不多说了 所以他就是属于 这个下背里面最下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运气好啊 我们讲福报大 他临终的时候遇到谁呢 遇到一个法师 所以悟神就猜错 不想那个法师是不是 阿弥陀佛再来的 怎么早不来晚不来 在这个紧要关头 他就忽然出现了 这好像我们以前说嘛 无巧不成书 佛菩萨都有这个六通 三明六通 他们知道 所以这个 张老居士呢 是福报很大 能够啊 忏罪念福往生 观今明其最优 兼指最下 所以观今呢 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上上品 另外一个就是下下品 一头一尾 故为极其幽将 幽等的就是上上品 降到最低的呢 就是下下品 二经 就是无量寿经跟观今 乍看四一 而十指正同也 这两部大经呢 粗看起来 好像是不同 但是这些人都怎么样呢 最后都念佛往生呢 往生之后的品位如何呢 居然都是阿维越智菩萨 那就是原教巴迪菩萨 所以这个品位相当不错啊 这位同修 正因为这个样子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呢 他对这个品位高下 他不太在乎 当年 偶尔大师在世的时候 曾经有人请教他一个问题 您老人家往生极度世界 您觉得 挣得什么品位就 知足呢 偶尔大师就说 哇 下下品就可以了 我就很知足了 他不求吗 只要我能够去 我就很满意了 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念佛呢 要专心 其实您还在分别上品 中品 下品啊 这就是自己啊 心还不够清净 一直念下去 如同贤工老儿上 所讲的那句话 不拐弯 我们念佛不拐弯 那后来就到哪里去呢 就到极乐世界 如果你念佛常常拐弯 就到哪里去了呢 就又拐回来了 那就麻烦了 那可不行 那又出错了 下面 分数三倍 守明上倍 好 讲这个三倍嘛 那首先按照这个顺序来说 先讲这个上倍 这个上倍的部分呢 又分为三个小段 第一个小段呢 是上倍音行 讲它的音 讲它的行齿 怎么修的 它具足哪些音 这个是我们要啊 把它掌握住 请看底下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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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上倍往生 是否凡夫有份 乃静中一大问题 古得有位 是乃菩萨之行 括弧里面举个例子 如为上上品 须四地至七地之菩萨 这是古人当中啊 确实有人呢 提出这样的看法 他说呢 往生到极乐世界 上上品 必须要什么样的菩萨呢 四地到七地菩萨 这相当高的 括弧里面再讲 上中品 须出地 至四地之菩萨 于可力推 中品 终生 即以下 才是凡夫 所能达 这是古人的见解 若如是者 这弥陀大愿之无上 西方连国之独庙 持明法门之异行 往生庙法之殊胜 皆成戏论 这个总结就好了 明明这是个什么法门 古人不是总结了一句话吗 叫不可思议卸托法门 如果您把这个辈分呢 分的那么高 画的那么高 那不就是 把阿弥陀佛这个宏愿 当做什么 开玩笑的吗 那就是说 前面这些大德所讲的话 那是 华人老绝对不认同的 跟经典 经义啊 不相契合 底下再说 指使不可思议之静中妙法 亦复成为可思议之法夷 故此是为静中之关键 前于本解二 盖要中 谁略论一二 未尽其指 是更详之 这个我们在前面呢 学习这个 学艺的时候呢 有简单的 看到过 华人老的这个解释 但是他觉得 还讲的不够详细 下面呢 他还会啊 继续的 做一个更加深入的说明 古说之非 你看 这就完全否定了 前面那个看法 就是前面所讲的 完全不符合 事实真相 信德唐善导大师 广引经论 历破旧说 的的确确 我们是很幸运啊 能够看到 善导大师的著作 什么著作呢 大师于所著 四帖书中论云 全称叫做 观无量寿佛经 四帖书 他老人家讲 有看此观今定善 即三倍上下文艺 总是佛去世后 物浊凡夫 但以欲缘有益 致令九品差别 这一段开示 是师父上 讲经的时候 常常提到 尤其是里面呢 有两句话 特别重要 那两句话呢 当然师父讲的 比较白 因为这是文言文嘛 我们再念一下 就是那个 但以欲缘有益 致令九品差别 所以说 凡夫往生 圣人往生 仙人往生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品味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遇到的缘不同嘛 这样子呢 才产生了九品的差别 所以师父上人常说 欲缘不一样 欲缘不同 请问我们现在的缘 好不好 光是好而已嘛 特别好 是不是 我们自己夸一下自己嘛 也没有人夸我们嘛 我们就自己赞叹一下自己 我们现在遇到这个缘呢 真的是啊 太殊胜了 你看我们在图文巴这个地方 安静嘛 单纯 清净 这是个正法道场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 抓住这个机会 一定要认真念佛 才不辜负啊 师父上人为我们特别选 这么一个道场 不容易的 大家有没有想象一下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两百多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才有金中学院呢 好 我做咯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的人 如果没有过去身中 培植身后的善根福的因缘 他怎么可能 这里会有个金中学院 所以这个国家的人 还是蛮有福的 那这个国家这么多的州 六个州 哪个州最有福报呢 昆斯南州 昆斯南州这么多市 哪个市最有福报呢 图文巴市 图文巴这么多区 哪个区最有福报呢 牛汤 牛汤这么多街 哪一条街最有福报呢 West Street 这个街名你们觉得很特别啊 叫西方街 所以我们刚刚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名称 西方的 这不跟我们法门讲的一样吗 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他那个门牌是48 那就更加特别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啊 如果旁边有那个48号了 房子要卖的话 把它买下来 那 那就是 哎呀 很特殊 好了 这可能扯得太远了一点 好 我们为言归正传 下面在分析这个原因 何者 上品三人 是于大凡夫 中品三人 是于小凡夫 这个让我们不太容易理解 什么凡夫还分大跟小 那这个大小是怎么个分法呢 大家如果看《华严经》 你就懂了 《华严经》里面就提到 大心凡夫 所以说他是大凡夫小凡夫 取决于什么呢 心量广大 愿力生广 那这个人就是 大心凡夫 下背三人 是于恶凡夫 这是指造作恶业的 所以这个大凡夫呢 心量大 中品三人呢 是小凡夫 心量啊 还不够宽广 志愿呢 还不够深远 以恶业故临终戒山 成佛愿令 乃得往生 这时候那些造作恶业的人 他临终的时候呢 遇到山友 给他祝念 提醒他念佛 他也能够啊 忍罪念佛 得度了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哪些人要 往生 帮他祝念 这个功德很大 当然这个祝念呢 也有套规矩 最好是大家都懂得这些方法 理念要一致 就怕啊 这个祝念的同修 我们讲一个祝念团嘛 祝念团如果说 这第一个小组的做法 跟下一班第二个小组的做法不一样 就很容易让那个被祝念的人呢 产生困惑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练 所以一定要 方法要统一 这样才好 后面 道笔花开 方始发心 何得严是始学大圣人也 这个是古大德 为夏平是大圣始学凡夫 这是呢 不正确的 大圣始学凡夫 应该在九品里面 是上悲下生 若作此见 自食物他 为害之甚 所以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解呢 一定要正确 千万不能够人云亦云 现在很多人怎么样呢 他自己不肯深入金帐 那听到某某人怎么说啊 他就以为他讲的是对的 那就把人家的话呢 再复苏 甚至于还添有加粗 这就 会以额传额 当然这样子做 他也是要复这个因果 下面 书中复吟 观经实则 以正其说 之不具录 上的大师啊 他 引用了观经里面的诗者 来证明他的这个说法 但是黄连老这个注解里面呢 就没有收录 下面呢 那乌生就把它补充出来 那给大家听一下 那给大家听一下 因为它非常重要 在观经四帖书 悬议分卷 第一卷讲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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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堂 为害自甚 … 经者以吸取佛说 以为明证 就此正中 即有其实句 第一 如观经云 佛告为题 我今未如广说众辟 这个辟呢就是说比喻 一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 敬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徒者 这是第一个证据 二言如来经者 为未来世一切众生 为烦恼贼之所害者 所清净业者 三言如来经者 交为提息 即未来世一切众生 关于西方极乐世界 关经呢我们知道 它也被称为石榴关经 前面的十三种观法呢 叫做定善 所以修成这个念佛三昧呢 才能够往生 不过呢前面十三种观法呢 也挺不容易把它修成的 它后面三个呢 不是讲的定善 它是讲修福啊 也能够往生 尤其是最后 第十六观 是信愿持民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 第十六种说法 大家往生几多世界啊 把握就蛮大的 支持名号嘛 这个人人可以做得到 第四个 言 唯提白佛 我今因佛立故 见彼国土 若佛灭后 诸众生等 着恶不善 无苦所逼 云何当见彼佛国土者 这是唯提西夫人呢 蛮感慨的 他说他有福报嘛 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能够见到极多世界 那后世众生呢 就没有在那个因缘了 五 如日观出云 佛告为提 辱及众生 专念以下 乃至一切众生 自非生盲 有目之徒 渐日以来者 这个十六观 第一个观呢 就是讲看太阳 日观 他就找一个 每天能够看到太阳下山的这个地方 天天就关这个太阳 一定要关到什么程度呢 不管您是睁开眼睛 还是闭着眼睛 都能够看到那一颗红彤彤的太阳 大家要不要 这几天没办法 这天是下雨天 您呢 如果有这个空闲时间 也可以试试看 真的要做到这一点 都相当不容易 第六 如地观中所言 佛告阿南 入持佛语 为未来世 一切众生 欲托苦者 说是观地法 这是佛呢 特别嘱托阿南尊者 要把这个佛法呢 传承下去 七 如花座观中所言 唯体白佛 我因佛力得见 阿弥陀佛 即二菩萨 这个二菩萨呢 就是指的观音菩萨 大士是菩萨 未来众生 云和得见 现在到了末法时期了 我们能不能够见到 这两位大菩萨 那就看大家的福报 并遗远 八 赐下达请终说言 佛告为提 入籍众生 欲观彼佛者 当其想念者 这个想念就是说 观想念佛 九 如相观中 说言 佛告为提 诸佛 诸佛如来 如一切众生 心想中 是故如等 心想佛实者 这个是第九个证明 最后一个 如九品之中 一说言 一说言 为诸众生者 上来 上来 虽有十句不同 证明如来 说此十六观法 但为 常末众生 不甘 大小 圣也 这个 常末众生 就是指 轮回六道里面的众生 不甘 大小圣 就是说 和大圣 小圣 不相干 以思文证 启示 谬斋 有了这些 经文的 证明 那我们就知道 佛说讲的话 一点都不假 都是真实的 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课著 七百三十二 第三行 这是善大大师 所讲的 大师之师 极乐九品连台 君士 卓士 凡夫 往生之位 唯因世间 欲言 有大圣 小圣 之差异 故往生后 有上辈 中辈 之不同 静中 乃罪及 圆顿之教 大根 大气 之凡夫 若能 信收 圆解 圆修 则与常人 日节相悲 什么叫日节相悲 下面再解释一下 缘人 修 一日 等于 常人 修 一节 故能 一生 公元 静灯 上 平也 这就说明了 这个 往生到极乐世界 上品 我们一般人 有没有份 大家不应该摇头 您摇头 那乌生 白讲了 我们有没有份 大家反应也蛮快的 赶快就变成点头了 我们上辈 往生 也是有份的 怎么做最好呢 前面不是有提到吗 大凡夫 小凡夫 现在关键就看大家 心量 要把它敞开 我们念念不为自己设想 我们念念为呢 尽虚空 变法界 一切众生 着想 我的 愿望 就是想早一天 生到极乐国土 清静 诸上 善人 这包括西方三圣 此地呢 也特别讲到啊 圆人修一天 等于我们一般人 修多长时间呢 一个大节 他为什么修那么短的时间 超过我们修那么长时间呢 还是在于人家怎么样 他放得下 所以佛妹有这样一句话也讲得好 这讲出家的法师 他说呢 老生一炷香 能销万诞粮 那个粮食的粮 就是他自己 不管是打坐 还是 念佛 他那一炷香 就是一支香 他修那么短的时间 可以消化 人家对他万诞粮的那个供养 等于说他在这么短的时间 能够积累很大很大的功德 这当然就是指 原人 心清静 心平等 心觉悟的人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后面就总结嘛 故能一生公园 敬灯上平也 这个敬呢 就是说直接 所以我们看到 贤公老上 你看他老人家 这一身就是上辈 还有 地际老上的徒弟 郭路将老法师 那绝对是上辈了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相片 可惜没有相片 如果有的话多好 如果能把它录下来多好 假如手机早点发明多好 对不对 那就把它拍下来嘛 现就本经 奸彩舆论 以名三倍往生 十位凡夫 奸及圣人 这个话一讲出来 我们就特别安心了 因为这里也包括谁呢 实实实在在 为谁啊 为了凡夫呢 也包括谁呢 大声小声 所以三倍 不是说只有上辈人 中辈人才行 我们呢 也有这个机会的 经中 必成正觉品 祭约 这是第七品的祭送 令笔诸群生 长夜无忧恼 出生 众上根 成就菩提国 我若成正觉 立名无量寿 众生 闻此好 聚来我差中 如佛金色生 妙相 悉圆满 这就引用了本经里面的 祭送 给我们做 证明 这个话不是菩萨讲的 也不是阿难尊者说的 谁讲的呢 是佛 自己讲的 后面念老就解释了 守 就是一开始 守四句 明大愿之由 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这个四十八愿呢 一开头就讲到了 这个大愿为谁发的 为了 彼诸群生 这就包括我们在内 乃欲令 一切常业明媚之众生 离诸幽悲苦恼 出生善根 成就菩提 的确确 阿弥陀佛真的是心量无比广大 他所要度化的众生 那是尽虚空便法界一些众生 尤其是要度哪些众生为优先呢 六道众生 所以讲排名呢 我们居然怎么样 在前面 故知 所欲 普济者 大家看 普遍 旧济 这不就是平等心吗 所以佛菩萨就是这样一个存心 他呢 为长夜忧恼 代声善根之 巨福 凡夫也 这个福啊 就是烦恼的意思 巨福就是说 三大类的烦恼 我们通通都有 剑尸 沉沙 无比烦恼 都巨主 真的这个 在六道里面呢 我们是 到今天都还没有处理 这就用个形容词 长夜忧恼 几四聚集 明仆记之法 接着后面就讲什么呢 普遍救济的方法 如何来救济大家呢 众生闻名 来生我差 此诸众生 一己长夜忧恼中之群生 所以我们去极乐世界呢 就是要听到弥陀名号 肯念佛 肯求生 肯求生西方净土 下面再总结了 事故 三岛十约 三倍九平 总是为佛去世后 勿着凡夫也 大家看清楚了吧 这就包括我们呢 所以我们是上上瓶 有没有愤难 还不点头啊 该点头了吧 对不对 这是导公 这是阿弥陀佛 亲口讲的 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大家呢 要尽量做到万一方向 还是刚才那句话 我们不要求上上瓶 我们学习 欧威大师那个做法吗 我知道能够往生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尽量用清净平等的心 处事待人接物 跟世间人呢 无论是跟谁打交道 都要做到两个字 随缘 只要他高兴就好了 我们自己呢 我们随什么缘呢 我们随阿弥陀佛 我这个缘 我们知道这六道是假的 实法界是假的 不可得 一切法无所有 必尽空不可得 有什么好占有 好控制人 因此我们要把每天的时间 牢牢抓住 念佛 摆在第一位 只要到达极乐世界 怎么样呢 就像这个祭宋啊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后面两句话 如佛金色深 妙向西圆满 的的确确呢 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恭喜您 您是什么地位啊 就是黄金上所讲的 妙觉如来的 过地了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 在图文巴待着 过个几天 过个几年 我们就去哪里呢 就去基督世界了 说您在现前 何必还跟人家 斤斤计较了 何必还跟人家生气呢 还自己烦得不得了 说句实在话 没有任何人 让您生气的 只有一个人 让您生气 谁呀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那没办法 那为什么 自己跟自己生气呢 还是没有看清楚真相 所以要把金刚记里面 那句话 常常提起来 凡是有效 皆是虚妄 您这个火气啊 马上就化解了 墨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初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欲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请不含